今天專訪這位歌手 最近拿了一個第一 因為他是2020年代出道 第一位在紅館開場的歌手 歡迎MC張天賦 大家好,MC 好厲害 謝謝 對於這麼快可以在紅館開場有甚麼感覺 很意外,很驚喜 當然一定會興奮 因為這麼快就可以有一個紅館開場 但是反過來也有點緊張 因為坦白說自己並沒有太多演唱會的經驗 而且也會面對一個難題 就是沒有那麼多自己的歌 去應付這個演唱會 會怎樣呢? 會一直再做多些新的歌 還是會唱其他歌手的歌 其實我想翻唱的歌一定不能少 相反反而會有很多新歌 將會在這個演唱會面世 所以大家到時入場聽的觀眾 都會聽到 第一批聽到這些新歌的觀眾 知道你家人都支持你 媽媽知道你成為一個在紅館開場的歌手 她有甚麼反應 她非常開心 因為我婆婆現在在中國那邊住 但她會全部報告我每一個新聞 每一個動向 因為她會馬上跟媽媽說 她怎樣怎樣 最近她又出了新歌 最近她在紅館開演唱會 媽媽也會馬上知道 於是媽媽又會看 她說你開紅館嗎? 你不跟我說話嗎? 真是 婆婆反而是你的頭號粉絲 她真是頭號粉絲 甚麼都看光了 知道你演唱會的海報 那個概念是源自爸爸喜歡的教父電影 是 即是爸爸就沒有辦法來看 你會不會有一個環節 可能是多謝她表達你的心聲 其實是有這個環節的 但是我就將它賣… 即是不能透露那麼多 還有其實有一個小習慣 我在每場演唱會都會有預留一張票 我覺得是給爸爸看的 我相信他會看到的 除了你之外 也有新人背出 你會怎樣看一群 和你差不多時期出道的歌手 你會否特別欣賞哪一位 現在就是因為 有這群很有才華的歌手 全部出來了 令人開始注視廣東話歌 其中一個歌手我很喜歡 就是湯令山 Gafton 接著就是 Jerry Mirror的Jerry 以及Jeremy 這三位歌手是我很喜歡的歌手 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有性格 在那麼多出色的新一代歌手中 你自己是怎樣定位 剛剛開始唱歌 或者再趕遠一點人生 都是一直認識自己 學習自己 然後令自己進步 即使你問我現在 我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其實我都很無靈兩可 至今我覺得 暫時自己都很白艷仔 喜歡什麼都碰一下 所以我的定位就應該是一個白艷仔 明白白艷仔 今天也很感謝MC和我們聊了那麼多 在這裡預祝你的演唱會成功 謝謝MC 再次聽說 我們下雨天的歌詞 我們下雨天的歌詞 我喜歡 今次練習 那歌詞 我們下雨天的歌詞 回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